汤油杯惨败,林丹出山挂帅,超级蓝亲自揭开悬念,推荐艺人取代张军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阿三 众手之后是在最近举办的一个非常瞩目的汤油杯比赛当中 我们国语的话也在这一次的汤油杯当中是全线惨败 女队的成绩稍微好一点,那么男队基本上就是一塌糊涂 所以这一次我们中国队全线溃败取得的一个成绩非常糟糕 也刷新了我们这么多年以来的话一个最糟糕的一个成绩 所以这个成绩对我们的球迷包括整个球队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包括在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些国语的队员的话 在赛后的采访当中痛哭流涕 对他们来说这一次确确实实是一个非常受打击的经历 那么在这一次比赛结束之后呢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球迷也确实非常不满意这一次的比赛 甚至呢也把一些原因呢怪住在一些教练以及主帅的身上 所以呢在这一次惨败之后呢 也有一些球迷就建议说呢 林丹这个超级丹应该出来挂帅来正式取代这些教练了 成为中国这个国语队的一个教练 然后呢去带领着我们国语队继续能够从低谷走回巅峰 取得更好的成绩 毕竟呢林丹在他职业生涯当中的话 确确实实是呢是整个国际上的一个语坛的第一人 所以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到底林丹他本人又是怎么样去看待 他自己又是否愿意去挂帅成为主教练呢 目前来看呢 那么林丹自行呢也在直播当中亲自的回应了这个问题 这也啊这一次他们被惨败之后呢 那么也有媒体组织了一次直播 那么在这一次直播当中呢 包括林丹以及蔡英等等一些世界冠军呢 也在直播当中呢进行了一些谈话 那么在这一次直播里面呢 林丹首先是批评了这一次国语呢失败的一个原因 一方面呢是整个球队的一些队员呢不够团绝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还觉得一些教练员的整体指教方法可能有些问题 对于队员来说呢可能没有一个找到一个高效的方法 所以最终呢才会导致啊我们国语队呢在这一次汤油被彻底惨败 而当然对于这一次球迷问到他说 到底林丹会不会出山挂帅成为我们国语队的一个主帅的话 那么林丹在这一次也是亲自揭开这个悬念和谜底 他明确表示说呢自己不适合当教练 因为他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话可能呢在这个脾气啊 或者说在一些教练方面的东西呢应该是有所缺失 所以林丹呢不敢是贸然的去接过这个位置 当然我们也看到就是啊面对网友啊球迷那些提问的话 林丹自己呢也在这一次推荐一个人呢来取代张军这个国语的主席 就是蔡云了那么当然其实从目前这番说法来看的话 林丹的一个回应呢当然多多少少呢可能会有一些开玩笑的感觉 但是从林丹这番推荐来看的话那么也确实看得出来呢 他可能目前对我们整体国语的一些教练组啊 包括他这一个啊协会的这边的一些工作安排呢 确确实实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和建议 所以我觉得对我们的国语来说的话 那么确实接下来针对目前出现的一些问题呢 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尤其是针对林丹提出的这些问题呢 就应该进行一个改正 包括你像队员之间呢没有以前的氛围那么好了 交流比较少大家呢各自打各自的 甚至在此前呢还传出一些内讧的传闻等等 这些问题呢都需要去解决的 如果说你的团队都不可能团结的话 你怎么可能呢一致对外打出一个好的成绩呢 我觉得这一点的话根本就不用想了 你不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你很难在以后取得更好的成绩 另外一方面在教练员方面的话 也确确实实呢应该进行一个改革和反思了 就像林丹所说的那样呢 有一些教练员呢只求量不求质 明明呢可能训练五场比赛就能够达标了 但是呢一是要把球员的拖到实场的训练量 甚至呢把一些球员呢是累得非常的糟糕 导致伤病严重 所以可以说对教练组来说也确确实实 应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只有说从队员到教练员呢都能够把这些问题呢改正过来做到最好的话 国语在接下来才能够去提升他们的成绩 我们也希望他们呢能够好好加油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